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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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三 我的机器确定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印出来的模型像海绵 有很多空洞还不扎实 可能因为你的机器设定线材直径 这个地方没有调整成1.5导致的 问题四 我的模型不会自动放到Cura练印平台上 有时候会悬空 如果您确定你的模型设计没有任何问题 那可能就是因为您在偏好设定中 将自动下降模型到列印平台 这个选项取消掉了 一般我们会勾选这个选项 以确保模型能够顺利地由平台开始往上印 问题五 为什么小白的参数功能好多 我的好少 我们可以看参数这里的这三条横杠 点下去后会发现 基础 高级 专家级 这三级使用的参数一个比一个多 一个比一个专业 一个比一个系 如果您之前完全没有使用过3D列印 可以先由基础开始使用 滑鼠移到这些参数旁边都会有说明 同时也可以试着变化这些参数的数字 然后预览列印 看看模型会有哪一些变化 这是最好的自学方法 当然这样也是可以慢慢了解 每一个功能大致上的用法 问题六 到底哪里需要长支撑 好 我们点预览列印 一层一层的细看 当我们发现空中突然出现一些东西 而这些东西和周围的模型都没有任何连结 完全就是独立出来突然蹦出来的一个东西 那表示它就是悬空的地方了 那就必须要长支撑 不长支撑是无法顺利往上印的 模型就会失败 这是最基本的检查 有关支撑的部分 后续还会再出相关的影片说明 问题七 使用QR的扩展功能 例如暂停打印 为什么会失败呢 可能是您的机器 不适用QR这个扩展功能 也可能是 您一次使用太多QR的扩展功能 导致机器挡机 例如 这个时候使用了暂停功能 同时又使用了屏幕显示 练印层高进度 那可能就会使3D练印机 硬到一半 会出现不听实话的惯现象 所以建议一次只使用一个QR的扩展功能 问题八 如何保存我设定好的参数设定 下次我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参数设定好后 可以选择建立列印参数 设好文件名称之后 下次打开来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如果您更新了版本 之前建立的参数文件 可能就会不见咯 这点是QR比较不好的地方 问题九 我想把我的列印参数文件 整份传给别人 应该怎么做呢 到偏好设定的列印参数中 选择要导出的列印参数文件 然后导出 但是对方的机器设定 以及QR的版本 一定要和您是一样的 不然对方导入你的列印参数文件 可能也是会有问题的 这一点也是QR比较不好的地方 问题十 别人给我的列印参数文件 我应该如何导入呢 一样到偏好设定的列印参数中 点选导入就可以了 不过还是要请您记得 您的机器设定 以及QR的版本 一定要和对方一样才行哦 以上是新手使用QR时 可能会有一些操作上的小问题 提供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 如果您有其他的疑问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再找时间做影片和大家分享 目前要做的影片需求真的很多 请容小白慢慢来吧 今天的影片如果对你有点小小的帮助 还请帮我们三连点赞分享哦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